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历史长河中,岳飞,这位英勇无畏的抗金将领,以忠诚报国的事迹传颂千古,然而,一场突如其来的冤案,却让他含冤而死,行刑前面对无罪的指控,他高呼没罪,但最终换来的却是无情的斩首,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和真相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自古以来,梁将对于一个国家的兴亡至关重要,因此,千军易得,梁将难求这句话一直被视为治理名言,在南宋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,岳飞,韩世忠等忠勇卓绝的将领,应允而生。 他们为了捍卫国家,维护和平,使之不渝地与外地抗争,最终赢得了民心和史册上永垂不朽的荣耀,岳飞自小就对兵法有着浓厚的兴趣,他热衷于习武,擅长骑射,少年英才的他喜爱练武,尤其是骑射技艺早已炉火纯青,后来他的第一位恩师去世,岳母便为他请来了当时北宋著名的枪手陈广,作为新的老师。 在陈广的西新教导下,岳飞对枪法融会贯通,在家乡一时无两,加化南党跳涌,岳飞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北宋的军队,他才二时出头,便已展现出非凡的武艺和军事才能。 在第一次上阵时,岳飞英勇无畏,凭借着精湛的枪法和卓越的战术,升起了敌方两名强悍的头领,这一撞举立刻让他鸣声大噪,成为了军中的传奇人物。 他的表现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更展示了他在战场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,人们纷纷称赞他是飞池中之龙,命运多舛。 正当岳飞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,他突然接到了家中传来的噩耗,父亲不幸去世,按照当时的礼仪,岳飞必须回家守校,一尽孝道,尽管军营中的同袍和上级都极力挽留。 但岳飞深知孝道的重要性,决定暂时离开军营,回到家乡,在家乡的日子里,岳飞一边为父亲守校,一边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,他每天都会坚持锻炼,保持自己的体能和记忆。 同时,他也利用这段时间渗入学习了兵法策略,希望能为未来的征战做好更充分的准备,守校期间,岳飞还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民间事务中,帮助解决纠纷,维护治安,赢得了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,守校期满,岳飞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,是继续留在家乡,还是重返军营,追求自己的理想。 经过深思熟虑,岳飞意识到,虽然家乡的生活平静安宁,但他的内心始终渴望着建功立业,报效国家,为了生计所迫,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复,岳飞最终决定重新投身军旅,带着对家国的忠诚和对未来的期许,岳飞再次踏上了征程,这一次,他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考验,但他坚信。 只要心怀壮志,勇往直前,定能成就一番伟业,于是,岳飞只得重新投身军旅,北宋正遭受金国的铁蹄,踏遍疆场之苦,金兵入侵,让宋朝陷入了空前的危难之中,宋徽宗更是被吓得,善让给了自己的亲儿子。 面对金军的狂潮,岳飞加入了抗金名将康王赵构的麾下,在一次次惨烈的战斗中,岳飞每每亲自冲锋陷阵,他手持兵刃临战无惧,横勇善战,不数次亲手斩落了敌军将领,凭借出色的军功,岳飞渐渐受到重用,然而就在抗金将士们誓死如归之时,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传来,北宋王朝亡国了。 两位宋帝和大批文武官员被惊人掳去。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靖康之耻,这个耻辱的消息无疑让人们对未来的前景感到迷茫和绝望,赵构是河北兵马大元帅,在北宋灭亡之际因功出巡而幸免于难,手握重兵,加之拥有皇家血统,赵构一跃成为众人眼中的香波波。 当时,人们普遍认为应由赵构重建大宋王朝,民心所向赵构因是利导,虽在河北建立了南宋政权,赵构本人或许从未想过,短短一次外出办事,竟让他一夜之间成为了皇帝,幸福来得太过突然。 不过,赵构为了巩固新朝统治,立即扬言要收复故土。 赵构被金人卢走的两位宋帝,因此主战派历史声望大增,尽管赵构暂时赢得了权力,但真正为南宋立下赫赫赫战功的却是那些前线将领。 其中,岳飞可谓是最杰出的一位,虽然早年因敢于直言而遭逐出军营,但岳飞对抗金的热情从未减弱,幸得宗泽赏失其才能,让他重新回到战场。 此后,岳飞便展开了自己的抗金之路,不仅与韩世忠等人收复了健康,更渐渐受到了忠兴四将张俊的青睐。 张俊作为主战派中的重要人物,多次向赵构历见岳飞。 最终使得这位不释出的武将得以见到皇帝,赵构在支持岳飞对抗金人的同时,心中也存有私心,他担心岳飞战功太大会遮蔽自己的地位,因此在第三次北伐期间就产生了与岳飞的嫌隙。 尽管如此,岳飞仍奋勇杀敌,多次击溃金军,在其不懈努力下,金军主帅完颜宗币,不得不弃守开封而北撤。 就在岳家军即将收复开封的关键时刻,南宋朝廷却突然下令撤军,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全臣秦桧的怂恿,秦桧妒忌岳飞的功勋,唯恐岳飞的威名遮蔽自己。 于是设计令旗退兵,导致岳飞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,回朝后,失望透顶的岳飞向赵构请求解除军职,但赵构以战事位置为由,拒绝了他的请求。 不久,完颜宗币再度率军南下,南宋朝廷不得不重新争调岳飞之缘,这是岳飞升平最后一次抗击金军的战役,正因阻挡力太大。 岳飞遭到了金人的重点打击,最终不敌朝中坚定的阴谋陷害而被诛杀,尽管金国虽强大,但连年征伐早已历劫,已无力再次南下,但为了颜面,仍旧对岳飞视为心腹大患,岳飞遂以就义, 但其对抗金人的忠诚和勇气,却将永远鸣刻在南宋历史的封碑之上,在哪个动荡的年代,宋朝曾是东方一颗璀璨的明珠,作为东亚最富庶的国度,北宋的财富足以令世人艳羡,这份富足恰恰成了宋朝皇室软弱无能的温床,面对来犯的强敌,他们宁愿摊开钞票求和。 也不愿亲自出征捍卫疆土,这种怯懦的做法,最终演变成了宋朝皇室的顽疾,赵狗即位之初,曾一度阵阵有词,呼吁收复故土,拯救先帝,他的这番豪言壮语,赢得了包括岳飞在内的忠勇将士的拥护,可是权力的诱惑使他很快就抛弃了最初的理想,甘心做一个昏庸无能的君主。 为了稳固自己心得的皇位,赵狗不得不伪装出一副热衷于抗金的假象,以取信于众,不料,岳飞却把赵狗的那些华丽慈藻当了真理,这位忠勇之士毅然踏上征程,奋勇杀敌。 几乎就要收复师弟,赢回先帝,他率领的岳家军纪律严明,英勇善战,在战场上屡见其功,赢得了民众的爱戴和敬仰,他的名字成为了抗金斗争的象征,激励着无数人民投身于保家卫国的事业中,赵狗万万没料到,岳飞竟会取得如此娇人的战绩,随着岳飞的威望日益高涨。 赵狗的内心开始充满忧虑,在他看来,一个战功赫赫,深得民心的将领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,于是他开始暗中策划,企图削弱岳飞的影响力,赵狗暗中缩使奸臣秦桧设计陷害岳飞。 秦桧利用自己的权利和地位,散布谣言,诋毁岳飞的名声,他还指使手下捏造证据,诬陷岳飞谋反,在赵狗的默许和支持下,秦桧等人对岳飞进行了残酷的迫害。 最终,岳飞这位救国英雄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陷于淋雨,这个罪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支持,完全是因为赵狗和秦桧的私语。 岳飞在被囚禁的日子里遭受了非人的待遇,但他始终坚真不屈,保持了自己的清白和忠诚,他的遭遇成为了后世对正义和忠诚的永恒送歌,而赵狗和秦桧则被永远地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 岳飞原本对赵狗抱有无比忠诚,哪怕囚禁时仍不妄为赵狗分忧,只是不明白为何要置他于死地,狱卒的冷嘲热讽无疑让他猛然惊绝,背叛他的竟是主子本人。 而原本被岳飞推荐入朝的张俊,以为权钱所获,毫不犹豫地成了奸党,他不仅帮助秦桧剥夺了岳飞的兵权,更在最后关头落井下石,将老友置于死地,岳飞虽最终命运黑玉。 但他对国家的赤诚热忱却永垂不朽,相比之下,赵狗和张俊这些投机钻营之徒实在是可悲可叹,他们为了一己私利,不惜背叛国家,出卖英雄,沦为千古罪人,岳飞虽难逃一死,但他的精神魂却将永远激励后人追求正义,慷慨赴死。 在历史的洪流中,英雄往往面临着难以预料的命运岳飞,这位英勇无畏的抗金名将,他的忠诚和勇敢无疑成为了后人学习的楷模,然而,他的悲剧结局不仅令人扼腕叹息,更引发了人们对权力、忠诚与牺牲之间复杂关系的深思。 岳飞的尽忠报国,无疑是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,但他的行为最终却触发了皇帝的猜忌,加持小人秦桧的挑拨,导致了他的不幸命运,这让我们不禁思考,在权力面前,忠诚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保护自己的盾牌,当忠诚与生存发生冲突时,我们又该如何抉择,岳飞的冤案虽得以平反,但他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法挽回的。 这一事件不仅让南宋失去了杰出的军事领袖,更使得整个民族为之哀痛,然而岳飞的尽忠报国精神,却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不灭的光芒。 激励着一代代人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奋斗,清朝自开国到乾隆帝继位,还没有嫡长子继位的先例,乾隆帝的意思是说,他登基的时候,就已经秘密立永连为皇太子,永连之死,让乾隆帝非常伤心,他六天都没有上朝,复查皇后作为永连之母,更是悲痛欲绝,此后几年,他都一蹶不振。 为了扶妻子之心,乾隆帝追侍永连为皇太子,乾隆南巡江南,北巡蒙古都带上皇后,墓地也是希望复查皇后能够放松身心,到了乾隆十年,复查皇后再次枕出喜脉,乾隆大喜。 皇后的衣食住行,他都亲自过问,第二年的元宵节,乾隆破例没有去圆明园,而是留在宫中和有孕在身的皇后一起观看烟火,到了四月,皇后果然诞下一子,乾隆为他取名永从,从乃祭祀宗庙时所用的玉器。 据说,当时宗室之中已有人叫永从,乾隆让他人改名,将这个名字赋予他第二个嫡子。 永从的出生让复查皇后精神焕发,他跟随乾隆帝寻兴山西,参加木兰围猎,展现了一代皇后的风姿。 然而,命运并没有眷顾复查皇后,因为永从只活了不到两岁。 便病逝了,永从之死,对于复查皇后来说是再一次的打击,而且这一次,远比永脸之死更让他致命,以至于他从此在位振作起来。 虽然乾隆帝极力安慰妻子,但复查皇后最多也只能强颜欢笑,尽皇后本分在吴之前的光风祭月。 乾隆十三年,乾隆帝代复查皇后东巡,登泰山,在泰山行宫时,复查皇后生病了。 本来按计划乾隆要返城回京了,但为了照顾皇后,乾隆下旨在济南小住,为皇后养病,可在济南皇后病情加重。 复查皇后为了不耽误乾隆的行程,便催促乾隆回京,在回京的路上路过德州时,皇后病逝,一场东巡,成了夫妻的告别之旅。 乾隆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,将同传的太医和官员几乎都问责一遍。 然后,乾隆下旨,要为复查皇后大板丧仪,关于清朝皇后的丧仪,在康熙朝有明确规定。 为了避免耽误各地官员的政务,各省官员不必举挨康熙的这一规定。 在康熙,雍正年间一共五位皇后或太后都一律巡礼而行。 然而,乾隆人还没到北京,就连续给内阁下旨,各省文武官员从奉到御旨之日为始,摘除官上的红鹰,齐集公所,库林三日,百日内不准剃头,持服穿校的二十七天内,停止音乐嫁娶,一般军民,则摘官英七日,在此期间,亦不嫁娶,不作乐。 乾隆的意思是说,她的皇后去世,应该四海同哀,各省的文武官员都应该披麻戴孝二十七天,为皇后举哀,官员百日内不准剃头。 停止一切婚嫁喜事,百姓也需要扶桑七日,天下臣民皆为皇后扶桑,清朝仅此一例,乾隆的这个要求,让当时的内阁非常为难,因为这违背了康熙时期的规定,内阁没办法,只得以大明会典中明朝皇后的桑仪规格为先例, 为复查皇后举办桑仪,值得一提的是,复查皇后的桑仪过程,引发了一连串的官员问责事件,这让乾隆初年相对平静的官场,起了一场较大的波折,甚至可以说,乾隆帝从此性格大变,举几个例子,其一,乾隆的长子,大阿哥永皇,在迎丧时表现平静。 没有哭天豪地,乾隆认为他不够伤心,狠狠地踢了永皇一脚,骂永皇不孝,永皇从此心有余悸,欲欲寡欢,三年后病逝,和永皇一起被问责的,还有三阿哥永章,当时才十三岁。 其二,汉林院长院学士阿克敦因为在给复查皇后写祭文时,误把皇后写成了太后,乾隆帝大怒,将阿克敦交由刑部异罪,结果刑部没有判阿克敦死刑,乾隆帝迁怒于刑部,将刑部两位上书,四位侍郎全部革职。 其三,乾隆认为,光禄四卿给复查皇后准备祭品的桌面不够洁净。 光禄四大小官员皆被乾隆降级,乾隆还觉得公布给皇后准备的宝册不够精美,将公布上书革职留任。 其四,河道总督周学健因为在百日内剃头,被乾隆下旨赐死,胡广总督赛龙俄因为百日内剃头被抄家。 次次进,湖南巡抚杨西福,湖北巡抚彭树魁也因为百日内剃头,被革职抄家。 另外,凡是各地的都府没有主动奏请入京奔丧的,都被官将二级,隔去军功,凡是参加葬礼没有提前到的,也被降级,拒不完全统计。 因为复查皇后的去世,以各种理由被乾隆问责之人多达三百多人,包括两位皇子,三十多位都府,其中被杀者多达七十余人,包括两位总督被刺自禁,被杖毙的三品以上官员多达九人,其余都被革职或降职。 复查是从雍正五年嫁给弘历,到乾隆十三年去世,她做了十三年皇后,和乾隆帝做了二十二年夫妻,她的去世,让乾隆帝改变了接下来的执政风格。 著名传教士刘松霖曾说复查皇后的去世,引发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,乾隆对百官的态度由初期的宽变成了严,乾隆的统治作风从此改变。